我們今天這一集要來帶大家實際體驗一下 到底在騎乘感受上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我現在這台車是斯特拉5000 覺得腳很痠的時候 稍微站起來休息一下 或是調整你的坐姿的位置 13% 15% OK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全新的斯特拉 這一台大概上市不到半年的時間 但是因為我自己是使用它的上一代 也就是上一代斯特拉 那在外觀上有點小改款 但是我們今天這一集要來帶大家實際體驗一下 到底在騎乘感受上有什麼不一樣 雖然我現在這台車是斯特拉5000 但是我把它設計調整成我自己的幾何設計之外 我也把輪組先換上來 為了公平起見 因為輪組差異是很大的 所以我用原本我自己在騎乘的輪組 那其他設定應該沒有什麼不一樣 還有換上了功率踏板 等一下我即將去騎一趟冷水坑 來實際體驗一下這台車的新的全新幾何設計 跟舊的騎起來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第二騎完再來跟大家分享到底新的外觀跟舊的外觀 在設計上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吧 OK 我們去冷水坑出發 Go 我們現在正式切到平等裡的路線了 我們現在正式切到平等裡的路線了 然後我們即將從這邊出發 經過平等國小上冷水坑 現在在山下超級熱 希望等一下山上會涼一點 那這條路線呢全長大概15公里 爬升大概接近一千 大概八九百公尺 所以其實它是一條還蠻好 來感受跟體驗爬坡車的性能如何 去邊探訪 比賽 比賽 多久 雷 變成資金 打招呼 加上 打招呼 一個 剛剛這樣騎的第一段大概都是平均坡度可能有9到10% 就是在冷水坑剛進來平等裡這一段 其實爬坡滿明顯的 騎乘起來因為我輪組是用一樣的 所以車架的感受其實算是我覺得滿細微的 但是它的調性啊以目前我騎了大概4公里左右的距離 它的調性比較接近斯特拉跟瑞克多之間 其實我的上一代斯特拉它很輕巧很靈敏 可是它可能穩定性跟瑞克多比較就沒有這麼好 那這一台我覺得算是目前感受上在爬坡抽車的感覺是介於伯仲之間 就是在兩個台車中間取得一個平衡點的感覺 就可以開放當天下 單位的遮瑞部分 也在四場的側邊 就好買下台車 就買下台車 就購買下台車 除了這台車 平協會五十五的較多 可以把泊車 現在已經騎了6K 爬升大概350左右 前面這段真的是比較辛苦的一段 然後因為它的爬升坡度比較明顯 大概都大概10%左右 然後因為我們今天算是 比較晚出發 天氣比較好 所以補水很重要 順便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爬坡的時候 我個人的小訣竅 就是因為持續上坡 然後如果看你的腳是這種很持續重踩 甚至回轉速度越來越慢的話 跟跑步一樣 頻率越慢 你的耗耳量就會越多 因為你的腳持續出力的時間就會越長 所以我自己會習慣在上坡的時候 就是太陡的情況下 然後進兩檔 然後開始收車 轉換一下肌群 讓肌肉可以休息 雖然節奏變慢 但你可以讓身體的呼吸狀況稍微調整一下 然後到比較緩之後再退檔坐下來 這樣是一個我自己的上坡小技巧 用這樣的方式 算是對我自己的進步差滿多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 或許對你們也有幫助 我們已經快到平等國小了 往冷水坑 這邊記得要左轉 這邊不知道會騎去哪裡 我剛剛在那段下坡的時候 覺得它的轉向或者是它的操控上 其實是可以更精準的 因為它在穩定度上給你很好的安全感 那你就會覺得 它這個穩定度很充足的情況下 你在側向轉彎下坡的時候 你就不會放太多煞車 其實騎乘起來的感覺真的是還滿棒的 很接近瑞克多的感覺 但它又不至於到瑞克多這麼空力 讓你腳負擔 可能會需要更大瓦數來操控 好看這一段最恐怖的來了 這一段前面過了這個牌子之後 就是進冷水坑第一個最大的挑戰 持續坡度大概15%到18% 然後300公尺左右 很陡 這邊如果沒有一鼓作氣上不去 好 出發 好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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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5% 16%了 挑戰成功 哇 超抖 15%了 所以騎這種路線的時候 就是你要記得 時常的去變換你的踩踏節奏 覺得腳很痠的時候 稍微站起來休息一下 或是調整你的坐姿的位置 往前坐一點 然後手握平靶 也是一個在上坡可以稍微休息的方式 還有一個方式就是把拉電拉拆 在上坡的時候會涼一點 當然前提是你要穿底衫 不然不太美觀 OK 我們冷水開始騎完了 上一次我騎的最佳時間大概是47分鐘 但我們今天一路上騎騎停停 因為還包含了換電池休息一下 今天騎了52分鐘 剛剛在上坡這段路的表現 我自己覺得相對於之前的車款 新斯特拉在穩定性還有精準度上 騎乘起來真的給你放心很多 而且剛剛有一小段下坡的時候 你會覺得側向的轉彎剛性很好 等一下一路要從這邊下滑到故宮 里程大概15K的持續下坡 我們再繼續感受一下下坡的感受度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 剛剛上坡的時候 我自己滿明顯感覺到 它這台新斯特拉介於上一載斯特拉 跟這一代瑞克多中間的平衡點 因為上一載斯特拉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抽起來非常輕快 可是有時候在大力抽車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點點的不穩定性 那如果在瑞克多上面 因為它的整個粗度 剛性是非常好 它的平路的續航表現很好 但相對來講 真的在上坡的抽車 你可能就需要更費力 更多的瓦數來做支撐 才可以帶動這個慣性 這新斯特拉的表現我覺得 就是非常介於兩台車定位的中間 就是新款的斯特拉 我覺得騎乘起來 它兼具了側向的剛性 還有下坡的穩定性 那如果你真的要抽車的時候 它又不至於讓你覺得 像空力車 這麼樣的需要這麼大瓦數 來支撐這個動力 所以我覺得它算是一個 非常適合各樣 就是不管你是剛開始騎車 或是騎一段時間的這些車友來說 這台車子算是非常中規中矩 然後對於駕馭的程度來講 也不會很難上手 它就是一個我目前 心中很理想的全能性車款 如果你擔心屏路的空力表現 太難駕馭的瑞克多的話 我覺得新斯特拉 可能是一個你很好的選擇 那我們接下來繼續測試它的下坡表現 然後回到屏路 再來跟大家分享 舊的斯特拉跟新斯特拉 到底在幾何設計上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OK 我們下山 Let's go OK 我們準備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剛騎完這台新斯特拉5000的一些心得感想 那我身後也就是我的上一台 就是上一代的斯特拉 那我在騎了這台新的斯特拉的感受呢 最明顯的地方我覺得差異上 就是在一些抽車的表現上 可以明顯感覺就是它的抽車 給你一個很穩健的感覺 但也不至於到像是瑞克多這樣 就是非常的剛硬 可能在騎乘上的時候 需要出更多的瓦數或力氣 來支撐這樣的比較硬派的車款 那我覺得這台新斯特拉 就是一個非常全能型的定位 就是它具備了瑞克多的一些 比較空力的這些特質之外 那它又兼具了這個上坡的爬坡的這些 比較輕快的感受 所以我覺得整體感受上 真的是一台 就是我自己也是大開眼界 全新定位的全能型車款 因為以往在我騎新的瑞克多 跟我上一代的斯特拉比較起來 兩台車我覺得極距算是滿極端的 一台是非常空力 然後騎乘在平路的表現 或三體的表現 你可以感覺到它帶給你很好的慣性 然後這個硬派程度來讓你抽車 各方面表現都很好 但比較可惜的地方就是 它比較需要更大的瓦數來做一個支撐 可以讓慣性速度帶到更好 那上一代的斯特拉騎乘起來 在爬坡的表現上 它就是比較輕快的感受 然後你抽車可以明顯感覺有點輕快 但相對的有時候在過度抽車的時候 可能會稍稍有一點點覺得它的穩定性 相對於瑞克多來講 稍微略顯少了一點點 那騎乘起來的安定性 你可能就會覺得哇少一點 但它的上坡表現 你會讓它在你騎乘的時候感受 你是覺得非常輕快 很舒適的狀態 那我覺得這台新斯特拉 它就是介於兩台車中間的定位 因為在上一台瑞克多 跟這台斯特拉之間 兩台可能比較極端的情況下 要嘛就是可能上波有點輕 或是它平路的表現續航需要更大的瓦數 那這台全能型的車款 騎乘起來的感覺 就會很明顯的介於中間的這個位置 因為它兼具了幾何設計上的全新改變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代的斯特拉跟上一代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OK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 這一代的斯特拉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首先它是前叉的位置 前叉比較明顯 這個寬度相對於上一代來講 加寬了很多 所以在騎車 我剛剛在不管是上坡或是下坡的這種 側向剛性來講 我覺得這個前叉加速的感受是蠻明顯的 就是它不至於寬到讓你覺得 欸 有點拖泥帶水 但是它這個寬度在側向轉彎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的穩定度 相對於上一代來講 我覺得進步了很多 那第二個比較明顯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的下叉 上一代的位置是直接連到這邊 然後通到就是貫通軸的位置 那這一代是比較往下移 更接近瑞克多的設計 那像這樣的設計 也算是現在比較主流的全能型車款 大概的幾何設計 那騎乘上的感受 後插下移之後的這個感覺 騎乘起來會真的明顯覺得 好像整體的穩定性 相對於上一代在這個位置的時候的表現 我覺得進步很多 就是在不管是抽車的狀況 或是頻路的續航 都可以明顯感覺到 這個側向的這種左右晃動的感覺 明顯就是少很多 所以騎乘起來 我覺得這個往下移的感覺 真的是進步很多 那我這次的測試 是有特別把輪組換成我平常在騎的 就是Vision這台Metron 30的輪組 那在騎乘的表現 我覺得會比較接近 因為一台車其實輪組的影響很大 所以我特地用一樣的輪組 去騎冷水坑的路線 那這樣感受度會比較接近 正常我平常在騎乘的感受 那其實這台車原本的標配 就是後面的這個輪組 那以這樣一台大概定價是七萬五千八的車款 就是它有全內走線 然後而且是全碳纖維的車款 搭配挖地瓜的這個變速系統 我覺得整台車的CP值很高 如果你只有一台車的預算 那你用大概的預算區間 有大概在六到八萬之間的話 蠻推薦可以直上這台新斯特拉的 因為它就是一台全能型定位的車款 你要續航表現 你要在上坡的這個抽車的這種狀況 我覺得它都可以帶給你很好的反饋 那如果你真的是要尋找一台 就是可能參加鐵人三項 或是屏幕表現續航很好的話 那我會更推薦你 可以看我們上一支影片 也就是我的新車瑞克多 那如果你的需求會比較常爬山 或屏幕表現的話 像這台新斯特拉就非常適合你喔 而且這台車最特色的地方 七萬五千元就給你全內走線 OK 當然我們剛剛講的這一些 其實都是針對我自己的身體感受 因為我們在騎乘的時候 是用我自己平常騎的輪組 然後用原本車架的設定 還有只換上功率踏板 來做一個這個路線的實測 因為我們我覺得講太多 真的很數據層面 或是把兩條路線用同一台車騎 然後說這個變化度 我覺得這個大家可能看不懂 所以我用體感來跟大家分享 身體感受度上 上一代的斯特拉跟這代的新斯特拉 是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當然大家也可以針對自己的預算需求 像我們這樣微微的升級輪組 還有功率踏板 那整台車雖然定價只有七萬五千八 入門型的碳纖維車架 它也可以帶給你很接近 就是一級車架的這個表現 那如果大家對於這台新斯特拉 非常有興趣的話 記得關注我的IG跟臉書 接下來我會分享一系列 有關於美立達試乘會的這些資訊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想看更多美立達車系的開箱的話 畢竟我們是美立達達 應該是瞧得到的 記得下面留言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差燃車可以嗎 差燃車當然可以啊 電腐車也可以好不好 差燃車PK瑞克多 下一集我們就來挑戰天舞風低鎖 我們下支影片وق